在我身旁丧终身强 只能是斑驳的痛伤 回望再回望 是与我当场场 曾经的浓幻 可是山下被图露 大雪和空洞夜眶 没有雪 没有泪 没有光 远方 靠远方 与完成的灰光 浮乱的过一过 吹吹 起不掉 沉甲烧 沾桥上 沉破 窥笑 烟火霜 战士的 羞心扬 火香 在火香 从未到 吹前方 光子在何方 周恨在何方 好久生在远方又吹响 何时会故乡 又怎么会故乡 曾经的你 现在又怎样 是谁的想念 为谁做一笑 还有两分钟开课了啊 大家准备一下吧 我没有 无所谓的绝望 谁在地上 无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OK 上課 牛逼 这嗓子还不错 只得我要不方便稍等一下 我们先开始正式上课了 同学们又是老时间又是老面孔 又是老味道 我是你们的本书 我们开始上课 已经录像 已经录像了 已经录了 刚刚在放歌的时候已经录了 因为我怕都会忘记 我们先花几段的时间来点评一下各位的作业 因为点评作业我会非常快 我就直接跟你们说哪点好哪点不好就OK了 这个你们每个人都检讨一下自己 今天你们给我发这作业 我感觉真的是 等一下 我把屏幕 这个可以把屏幕那个吗 这样子 不用这样子 我把那个QQ打开来 然后把那个这样子 搞最小就OK了 然后这样子 保充最前 我用极快时间来点评一下那个作业 这样作业肯定是不合格的 这个色调绝对是不可以的 这个色调 他那个 这是谁的 刘阿畅 他这个皮肤 这个肤色 已经不对了 你不能 我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给你们去调 他这个色 因为我就知道你们肯定拿上照片之后 色调会调得乱七八糟 让我自己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 我看了你们的很多人作业 你们知道这张照片 有没有人知道他张照片确认在哪里 就是什么 这个肤色第一点 第二点 我张照片前期就是把它拍成一个亮点 你别故意把这个 故意把这个 就是说你要你的后期 不管你是做什么东西 你的后期是为你的前期而服务的 知道吧 你的后期不应该去改变你前期的东西 因为我为什么一开始没跟你说 我就知道有人他肯定会调出这种风格出来的 所以这种风格的80%都是不合格的 好吧 张照片的话 你不应该调得很暗很暗 这个细节都没了 看到吧 我这边拍出来的 本来我原片这边都有很多细节 现在细节全部都被你搞没了 张照片不合格 好吧 小峰都还可以 小峰的张照片的话 蛮有自己味道的 为什么呢 他虽然说他改变了他自己 就我原片的一些风格 就是视料上的一些风格的话 但是我建议一下你的这个皮肤 可以不用再那么红 可以把这个红再剪去一点点 张照片的色调就蛮有一个自己的味道的 好吧 张照片的话是X的 X的张照片给我感觉还是 你的脸 你的肤色还是有点问题的 你背景做的还是蛮干净的 反正你张照片是加了灰 对吧 这个看出来 你这个的话可以再稍微增加一点 那个对比度 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个肤色 不用那么就感觉很红很红 感觉可以再稍微红色 薄和简一点 然后再稍微加一点黄 就应该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个人的脸跟你的手臂 你看到吧 两个颜色 对吧 很大很大差距 我们调片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下一个 我不说了 这个人 刘阿畅 刘阿畅的话 这个后面这个蓝 我不是说你调的不好 这个后面的背景 整体这个四角这个蓝 不是我们所 就是一般性正常人审美中喜欢的蓝 我这边不跟你们多说什么 这种什么色彩心理学什么的 因为色彩心理学我要说的话 要说很久很久 可能要说整整一节课 可能也说不完 所以我就现在就跟你们简单说一下 这种蓝绝对不是 我们大众审美中喜欢的蓝 所以说可以避免这个蓝 然后肤色的话 还可以适当的再提亮一点点 你就人物的肤色还有点太暗了 有点太暗沉了 给人的直光感觉不是很好 你可以再把张照片再提亮一点 搞一个比较清新的调子 然后背景的蓝的 你可以再稍微的 这个蓝的话可以 把那个色相或者是怎样 你改一改 不要这种蓝 这种蓝是 对有的人他给我穿两份 但是我点评 只会点一份 小风都刚点评过了 所以不说了 这是什么圆片 这个调子我知道 这个是Alice的 这个英文我念对 你这个调子的话 可以是可以 但是比较适合那个复古调子 但是我还是要着重说一点 这种片子 调整这样的片子 其实是失败的 你们以后调片也要注意一点 为什么我说这张照片是失败的 你们看它的肤色 跟整体的这个氛围 是不是一个色调上面的感觉在 那么如果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你的人物就看起来 就跟你的环境就融为一体的 说的好听点是要统一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 你的人跟环境都是一个颜色 你看你的辐射跟后面背景 是不是一个点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子 你可以改善一下 可以把那个人物 想办法把辐射 比如说 那个饱和度再减低一点 或者把这个人物再搞得 稍微亮一点点 稍微白一点点 跟后面的背景 适当的有一点分离这种感觉 不然的话很怪的 这个也是第二张对吧 第二张我不点评了 张照片比刚刚前面张黄的 要稍微好一点 好吧 等会 等会你们放心 我张照片我来调一下 等会 好吧 你们不知道怎么调的 我等会反正照片 我自己用最快的速度 我帮你们来调一下 应该是怎么调的 张照片 张照片呢 是那个腐烂的 对吧 你们觉得这个调子怎么样 我觉得呢 他这个调子的话 OK 这样这样调子的话 有点像刚刚那个小峰 这样调子 有点像的 有点像的 但是他比小峰呢 做的要那个 稍微素牙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淡牙一点 有点偏寒式这种感觉 然后的话 皮肤的话 处理的话 可以那个红色 再减少 再再减少一点 好吧 其他问题不大 蛮有自己味道的 你们调片 就要调这种 就是说比较独一点的 这样的片子 这样的片子完蛋了 这样的片子我都不想点评 这样的片子 我也不知道你用什么调的 美图秀秀吗 你知道照片问题很大 问大了什么地方 我觉得全是问题 好吧 张照片不应该调成这样子的 张照片实在是这个色调是太怪了 就是直接就是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我们调片你们要记住 我们可以就是说去追求一些自己 比较个性的色调 但是有一个宗旨 一定要符合大众的审美 你张照片大众审美就是 你张 什么叫有声课堂 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你们看到桌面对不对 什么叫有声课堂 反正我继续 这个色调学是不行的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那个 调成这样子 这谁的 黄 黄那个 黄妹妹的吧 不行 这张名字没写 反正这张的话 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 LR的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一个Visco的那个预设 直接套进去 然后都没有做过 调整的那种感觉 好吧 张照片的话 整个调子呢 是偏胶片的 这个无庸置疑 然后的话 这个脸部啊 可以啊 再回来点细节 好吧 你这个 看上去是蛮干净 但是这种啊 你调成这样子 就是不耐看 好吧 就是问题不大 就是不耐看 这个是大太阳 所以说啊 我点评的时候 你们也要认认听啊 因为点评的话 你就知道 人家哪里是不足的 自己以后啊 就避免去发生这种事情 好吧 你们都可以看到 那个群视频 对吧 所以说 那个大太阳 这张照片的话 整体氛围感 我觉得背景的话 可以调得干净一点 这张作品是张文对吧 我跟你说啊 你这张照片的色调 也是很怪异的啊 这张照片 因为你刚刚问我 我也没有很直观的回答你啊 为什么 我跟你说啊 你后面 你这个色调 就是什么 也是刚刚一样啊 不符合大众审美 你这个光有点像鬼光啊 有点像那个什么恐怖片里面 这种很容易的这种绿光啊 而且啊 这个人的那个肤色啊 还太暗了 好吧 跟你这个 你看你看这个人的肤色 跟你后面的背景啊 完全不搭的啊 这个你情愿调一个比较清新调子 你也不要调成这样子 我知道你可能是 追求自己的个性的色调啊 但是没必要这样子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作 是谁作品 连名字都不敢留 因为他留的肯定要被我骂 第一点啊 我们这个牙齿啊 不能这么白的啊 好吧 不然的话 人家看照片一看 就看到你牙齿了 他们人也不看了 好吧 而且这个色调是很垃圾的 这个这种色调 千万不要给我调出来啊 这种色调出来啊 真的是 我看着都觉得很迷糊 好吧 这就是 所以你们看我点评啊 一定要记住啊 人家缺点啊 第一啊 牙齿你可以白啊 不能抢 不能占了一个 整个人像的一个焦点啊 你这个 而且这个肤色都是都是问题啊 你后面干嘛要弄纸颜色呢 这张照片 整体氛围感呢 有点偏灰 我这还可能想走一些就是走那种比较日系那种感觉 但是呢又没走出来 他加了灰度对吧 但是让我感觉啊 必不出彩 因为呢 他的肤色啊 跟他后面的环境啊 颜色啊 画质已经是高清的呀 画质 没关系的呀 你们看我截图就可以了 好吧 我截图是高清的吧 我截图你们看清楚了 我每张都截图了 没有你们 你们没看到吗 好吧 截图看清楚就可以了 我每张我都会很快的截图给你们的 好吧 这张照片 还是啊 脸不太暗了啊 面不太暗了 皮肤太黑了 把皮肤给解决掉吧 先把肤色问题给解决掉吧 这张照片 他调的蛮有创意的 这张照片啊 根据 但我这个创意是 打引号的 好吧 你这个还是啊 我发现你们很多人啊 调的就是整体环境的 这四角刀还是还可以的 对吧 但是这个肤色是个大问题啊 你这个肤色有点像人家那种 叫什么 说得很点 就这种 湿斑 你知道吧 湿斑那种颜色 所以这种颜色啊 尽量去避免它啊 有点吓人的啊 李登海 他妈的还给老子他妈做夜话 你这个也不行啊 我知道 你想调那种 比较复古的那种调的 但是你把这个人调黑了 你发现吧 你这个肤色 绝对不行的 你这个肤色 太黑了 而且整个调子 给人看 给人看感觉啊 就是很压抑的 知道吧 你调复古的是可以 你可以去加黄的 或者是怎样去调复古 但是不要弄成这样子感觉 好吧 你这个不行 这个感觉 这调子还是蛮清新的 给我的感觉 但是呢 那个脸部这个肤色 还可以再还原一点 还原到它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 然后再加一点环境色 在它这个肤色上面 就OK了 你这个整个色调的 那个环境色调做的还可以 还是蛮干净的 还不错 这样照片 等一下 上照片的话 脸部的话 肤色还是可以 整体氛围呢 也是挺干净的 就是说一个 就是一个属于 比较正常一个色调 还OK 所以说你们调片 调色 就是不要调整这种 这种就是什么 我刚刚也重复说了 看到吧 肤色也是个问题 肤色跟环境 你看到吧 虽然说我们大体上面说的是 肤色是跟着整个环境走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什么 就是你的肤色 跟你的环境 融为一体了 知道吧 这样的话 可能感觉就是很压的 你知道吧 这种感觉是不好的 你这个对比度 还有饱和度 有点高 这个点评过 对吧 X 你发几张给我到底 发那么多张 但用我时间 不点评了 一人我就点评一张 不然的话 对后面的小伙伴 不是很公平 这样的话 就是偏日系 这张照片 然后有点 像那种 比较暗调的 这种感觉 这种风格的话 是可以去走 但是我觉得 并不适合这张照片 我不是说 你的色调不好 并不适合 他这张照片的 一个环境更人物 所以我知道 你们有些人 想就是说 彰显一下自己的技术 对吧 调一些自己比较 牛逼的这种 这种风格 对吧 但是还是 我们不管是 以后做调试 什么 我们的后期 是干嘛用的 我们的后期 就是为了前妻 去服务的 如果前妻 她一个大叫子 已经定在那边的话 我们后期没有必要 去硬把它给 扭转过来 就是它明明就是一个 比较清新的调词 或者是比较人文的 或者什么 你偏要把它奥过来 奥成一个很情绪的 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要去发生 好吧 你这刚刚我看过吗 你的照片 照片的话整体调子还可以 然后脸部处理的话 也算是蛮干净的 还不做 这个调子的话 OK 如果发微博的话 我建议你这个可以采用 一个冷暖色调 一个对撞去处理它 我觉得会更好 就是后面尽量保持一个冷色调 然后人可以是个暖色调 这样子的话给人 因为现在网上就很流行 这种冷暖对撞色 还是不错的 这样照片的话 脸部有点太暗了 这样照片 肤色可以适当再体谅一点 有点太暗沉了 等会我来调一下这张照片 好吧 给你们看 好吧 这张照片的话 就是也是一个胶片色 胶片的话 如果你真要调这种胶片色的话 我建议你把这个人物的脸部 再稍微体谅一点点 把这个人的脸做得干净一点 就搞得干净一点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皮肤 它暗沉的话 就会显脏 对吧 我们修片不能越修越脏 好吧 这张照片的话 它想调一个比较素雅的感觉 然后还加了颗粒 感觉就是灰 你家的灰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个肤色是有问题的 好吧 不要那么红 你看你这个调的肤色 还是跟刚刚一样 你的脸跟你的手变 颜色是有差距的 你要么你把你手臂也调成 像你这个人的脸肤色一样 要么你的肤色就跟着你的手臂 跟你的两个手臂去走 好吧 这是谁的 这是 我不知道谁的作业 这是 里面都 很多人都 那个名字都不打上去 张照片的话 文案加得不错 整个城市都巨紧 他也是想打造一个比较复古的这种感觉 这种比较 就是这种比较老弄堂的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的话还可以 我感觉背景处理的还OK 这个 然后的话 人的那个肤色 我为什么这种感觉 你们肤色老是就是要 要么就是偏黄 要么就是偏红 这个是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为什么跟你们这么说 你的肤色再怎么调 你还是要偏向你原本的肤色 你不要一转变 你的肤色就是没有了 跟那个原来的肤色 一点都那个什么 沾不上边 这个是不行的 好吧 反正都会我会调一遍的 你们都自己看一下 好吧 LP的话 这个色调OK 没问题 但是你这个还是 我觉得你们 等我还是好好讲一下 这个肤色的问题 你们很多人这个肤色 环境都还OK 然后的话 肤色的话都是有 大的小小 都是有都是有问题的 你这个肤色的话 我建议还可以加一点饱和度 刚刚是饱和度是太高了 你这个可以再加一点 还原一下它自己的肤色 叫那个血色 这张照片没什么问题 中规中矩 好吧 这张照片没什么好点评的 就是脸部 再可以稍微提亮一点 等会我会说修肤色 因为我觉得你们肤色 好像大的小小 都有都有些那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留二花 加了一点那个柔光 加了一点那个那个柔胶效果 整体的话感觉是就是一个偏暖 对吧 然后人的脸也是偏暖的 人他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这个色调更适合调一些 古风照片 我觉得会更加出彩 凉凉凉 揪揪 这个色调呢也OK 这个色调呢 我个人的话 我建议还可以再提亮一点 好吧 就是要如果提亮一点会更好看 单准张照片呢 我觉得还蛮还可以 为什么我说还可以呢 他偏那个人文计时 他这个色调 比较偏那个人文这一块 也是应该也是蛮有自己想法 这谁啊 哎呦 然后呢 这个是 Neak的吧 也是蛮有 想法 自己还加一个排版 对吧 这照片呢 他也是偏一个胶片风格 然后的话 你这个头发 这一块 你不能 那个阴影这一块 拉得太高 你这个就是阴影拉得太高了 然后头发 全部的细节 全部暴露出来了 这样的话 你的头发 就很怪的 知道吧 以后我们修片 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头发 我们拉阴影 是可以拉出头发细节 但是不要把头发 全部的细节都 拉出来 为什么呢 你拉出来的话 会很脏的 知道吧 所以说 我们为什么说 HDR为什么会很脏 HDR HDR是什么原理 HDR就是 把你就是 没有的细节 全部都那个 展露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 他们说HDR照片 会蛮脏的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说我们阴影 这个东西 不能 对 不能还是太高 不然细节 细节全出来 就很脏 就是原理 下次 下次注意点 整体色调的话 还OK 没什么大问题 这张照片 沉沉沉的这张照片 我觉得色调的话 更适合于一些古风 你这个的话 脸部 脸部肤色的话 还有点太黄了 然后的话 整体的氛围感 倒是还可以 也是个胶片色 一个比较典型的 胶片色 这个颜色的话 我建议你们 不要去尝试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什么 整体都是紫 给人感觉 对不对 包括你这样一条的话 你皮肤 你的皮肤都感觉是紫色的 我们一定要避免 这种情况发生 好吧 你看你这样一条 你看 你如果摆 我摆拍的红颜色衣服 都感觉有点紫色的 对吧 就是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大景黄镜 感觉就整体这样子 千万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很污的 鱼的拉筋的话 这张片子的话 典型的是一张 高对比的一张照片 对比度拉得很大很大 然后呢 饱和度呢 也不低 我建议的话 这类照片的话 你的对比度啊 不用拉那么大 不用拉那么大 好吧 饱和度呢 还可以稍微再降一点 照片呢 还可以再提亮一点 这样照片的话 我觉得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这张照片 问题是不是很大 这样照片的话 完全是毁了我前期的张照片 你的肤色就是问题啊 好吧 我先不说你环境啊 你环境色调的 我不管你 因为你有自己想法 对吧 环境色是可以调成这样子 是没错的 但是你这个肤色 绝对不能变成这样子 如果你变成这样子的话 就很丑 好吧 你这种照片发到微博什么的 可能会被人喷的 好吧 中国喷是很多的 你们小心一点 好吧 自己去改善啊 这样照片很有创意啊 自己加了口红啊 还加了 你这个颗粒感太大了 你这个 你这个加颗粒可以加小一点 因为你加的颗粒感太大的话 别人一看很明显的话就很脏 知道吧 然后整体色料的话 应该是 也是一个偏复古的 大问题没有 小问题的话 还是一个肤色上面 都会 我会着重讲一下这个肤色 好吧 我感觉你们肤色 好像上面处理都 都有些问题 这个是老头 对吧 是一张 对吧 这样照片的话 跟刚刚一样 你饱和度太低了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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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饱和 你环境饱和度可以低 你人物的饱和 你人物肤色饱和度 你这么一低的话 你看你是不是没有选色了 很怪 对吧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这个色彩的话 这个环境色彩的话 我建议你的饱和度 你要这个蓝是没有错 但是你可以饱和度 再降低一点 然后这个肤色 也是个大问题 你既然要这样的环境的话 你的肤色就不应该是这么暗沉 就是我不说暗 暗是可以 但你不能这样子 黑的 你的肤色应该是靠 那个明亮度那边 那边去靠的 不能这样子的 羊羊 对吧 羊羊这张照片完蛋了 没救了 这张照片 你干嘛调成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话 根本就跟美图 需要调出来有何区别 脸部细节先不说 脸部已经 已经是爆掉了 后面也爆掉了 这种照片 你要自己去 反省一下 好吧 快速生长的草 这张照片的话 整个雕塑还可以 然后肤色的话 可以适当的再再稍微亮一点点 就OK了 然后整体环境色调的还是不错的 你们这种照片怎么调的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调的 好吧 这种照片 这种色调照片 你们千万不要调 我跟你们说 这种色调怎么办 你们肯定是这样调的 我举个例子 这个我发现你们好喜欢这样去调 是为什么 等一下 这个是我帮伍迪斯跳的 今天也会说到 这个绿应该怎么调 你们不太会用曲线 就不要去用曲线去拉 去拉它的什么 等一下 你们调的是不是这样调的 是不是一个曲线这样去调的 我跟你说 你们不要这样去调 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人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去调的 就是什么按部 统一去加点这个方法 是有这个方法 但是不适合我们 不适合修我们这种片子 再过 这样的片子太黄了 不对的 真的让我调色 让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等下我把这个移到 移到那个最上面来 OK啊 这张照片的话整体风格还可以 然后的话脸部肤色 怎么说呢 肤色的话其实也还可以仔细看看的话 这张照片问题不大 阿凯的话问题不大 你这个是刻意追求 你这个是刻意追求一种 褪色效果吗 以后不要这么去干 褪色效果可以去做 但是还是要看照片的 干啥 你这个褪色效果如果搭配在别的照片上面 应该会还可以 但是不适合这张照片 嗯 这张照片的话也还 也还不错吧 这张照片整体氛围感 整体背景色调还可以 褪色还是还是太偏红了 我加快点速度啊 太难了啊 整体太难了 七七少女 颗粒太大 然后的话你这个颗粒感太大 然后这个皮肤啊 什么说呢 你这个肤色还是呈现出一种比较暗黄的感觉 你可以稍微那才占动的干净一点啊 因为你整体就是调一个比较复古的调子 我知道 但是你这个 总给我感觉还是有点欠缺啊 千江月 宝盒度太低了吧 你这宝盒度低又低了 而且人家宝盒度低是为了显示这张照片比较干净 你这张照片宝盒度一低的话 我觉得啊 你如果去到这个人物啊 你这个世界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旦这个人物放上去的话 你整体世界就毁掉了 为什么 这个裙子啊 你看这种这这裙子 如果一旦降到很低的宝盒啊 这种这种类似于黄不拉几的这种颜色啊 是很丑的啊 还是要看 你要调色啊 第一点啊 我们拿到这张照片 要分析啊 这个model的这个服装啊 是什么色彩的 你不能那个啊 偏的 你可以去偏色 但是不能偏的很丑 知道吧 你这个颜色就是 你这个 现在这个裙子的颜色就是非常丑 像那个什么地摊上面 这种10块20块的 好吧 本来这套裙子是100200块的 一般降到了10块20块这种材质 就是这种感觉 曾经有照片我评论过的啊 还是最后8张啊 没了啊 还是最后8张照片 张照片的话 你这个脸搞得太那个了啊 你这样脸 液化过吗 还是什么 怎么感觉怪怪的 还是涂了口红的关系啊 一般性我们如果要给他做那个面部修饰的话 液化是可以啊 但是你这个口红的话 你还是料理而行啊 好吧 不要谈不要涂太艳啊 太艳的话就不对了啊 然后的话整体色调还可以啊 你就是你这个脸让我感觉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怪什么地方 嗯 这张的话 整体色调的话 应该是 还行吧 就是你的 还是说不到肤色啊 等会我跟你们来说肤色的问题 呃 这张照片的话 很中规中矩的一个色调 呃 感觉像没调一样 这张照片的话 跟刚刚一样啊 你这个阴影给我狂拉 啊 这谁啊 这个是啊 啊 阴影拉的还做了一个什么啊 这是类似HDI什么 还是把清晰度 还是把清晰度 拉得很高很高啊 啊 啊 这样子的话 你这张照片没有什么特色啊 就是脏啊 就一个子脏 知道吧 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啊 你看这头发脏吗 给你搞的 这个是夜的照片 对吧 这个大问题也没有 然后的话 可能还自己加了一点光斑上去吧 呃 感觉还可以 蛮有自己想法 还不错 呃 这张照片我都自己来调一下 好吧 周思成 啊 就还有最后 还有最后三张照片啊 想要拉倒 呃 你这个太厉害了 你这个胶片交的太厉害了 你这个不对的 我跟你说啊 你要调胶片也不是这样调法的啊 你这个色彩太浓郁了 给人一种很 很不舒服的感觉啊 就感觉看了这张照片很 很热你知道吧 啊 还好我现在是天冷看你这张照片啊 如果我天冷看你这张照片 我看也不要看 那我感觉太热了 太狂躁了 知道吧 呃 几比的吧 这个是吧 呃 褪色效果做还不错 然后的话整体还可以 偏冷 呃 偏冷色调 然后还是有点太紫色了 你可以照 往紫色的方面 再往蓝那边偏一点 应该效果 应该效果会不错 红波对吧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字读绝对吧 这个字啊 我也是那个 文化人 应该没读错啊 呃 你这个照片的话调的还是 哈哈哈哈 瞬间打脸 呃 你这个照片的话调的也是中规中矩啊 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嗯 至少没什么很大的毛病啊 这是五敌四对吧 啊 好了 最后一张五敌四 让大家点评一下吧 好吧 这是最后一张学院的作品了 大家来点评一下 我看你们能 你们能说得出什么样子的 啊 找照片有什么缺点啊 找照片 你们看不出来吗 如果你们连这些审美都没有 那算了 啊 上上照片小鬼片啊 上照片啊 啊 吓人的 哎呦 你这个调的 真是常无人道啊 真的是 不行啊 你这个实在不行 你这个后面这个蓝不蓝灰不灰的啊 蓝加灰就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身上这个衣服 这个肤色啊 哪个没问题啊 问题太大了 啊你们既然能说出这些缺点 还说明你们还是不错的啊 所以说你们一直能说到人家的缺点啊 是不是以后就能在自己照片上面去改进这些缺点呢 对吧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好吧 那么终于来了 那么顺便我讲一讲 这种轻轻调子的照片 应该是怎么去调啊 才是最好的 我照照片的话 我就不导入PS里面 我全程在我的那个camera里面去做它 好看我能把调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好吧 正确的调片方法 阿哲给我滚 然后的话如果我说了哪位同学照片的话 你可以等课后啊 那个邮箱再发给我一次好吧 我等到下一期上课 我再偷个五分钟再跟你们讲一下 好吧 但是这一期的话 我还是有那个原片啊 就是作业啊 我要交给你们去调试的 好吧 你们也是有作业的 而且这些作业呢 那我先跟你们透露一下是哪张好的 呃 这些作业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它不是一个小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小星星的一个调子 呃 等一下啊 嗯 为什么打不开啊 啊 啊算了啥的我PS 啊这是这是这是作业啊 你们好好给我调啊 啊别把我老 别把我女人给调丑了啊 你把那张照片调丑了 我倒是 不是很介意啊 你把这个给调丑了 那完蛋了 啊 好吧好吧 我们那个来讲一下 我刚刚你们那张作业那样 那张照片啊 这种调子应该怎么去调啊 这种调子应该怎么去调啊 呃其实这种照片 呃 还蛮好调的其实 呃等一下啊 客厂肉 三个 呃这是张照片吧 呃原片 呃原片 我先给你们发一下啊 对吧 让你们心里面有个底 呃 呃 呃原片啊 其实呃 呃你们本嫂啊 长得很丑的啊 其实啊 你看后期都是我液化出来的 对吧 啊 而且皮肤也不是很好啊 都是我后期出来的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他 有人跟我说他很好看什么的 其实他不好看的 就是被 被我这个 这个PS 就是后期出来的 都是啊 其实就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平时拍妹子啊 或者是拍怎样的话 呃你不要去嫌弃人家丑 啊或者人家很难看 对吧 我们需要后期之后啊 你拍任何人都一样 只不过这个 呃呃 后期程度啊 大于小 就这个区别而已 你会发现你拍的所有妹子 都是一个样 我都会把它给那个 这个液化很好看 对吧 像你们那个瓦特 对吧 妈的 这这真的是 妈骚得很 液化都骚 哎呦我说 好我们继续啊 呃 像我们这样做应该怎么知道 第一张照片 他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张照片啊是欠爆的 对吧 稍微一点欠爆 我们先拉一点 为什么呢 如果不拉的话 他这个人的脸啊 人的脸是黑的 对不对 我们要适当的拉一点出来 但是拉的不要太过 我们就直接拉过他的曝光度 然后对比度的话 稍微提升一点点 然后高光的这边 我们稍微啊 往往左稍微回来一点 为什么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个墙壁这边 啊 是过曝的对不对 没有细节了 我们稍微拉一点点回来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要拉到 对对对对对那个 而阴影的话 可以适当的提一点点起来 但是你要看这个头发 不能像刚刚那几张照片一样 几个同学那个作业一样啊 拉到这个发丝啊 一根根全看清清楚 就很脏很脏的 千万不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然后白色的话 我们为了感觉 它是一个比较清新的调子 可以往白色往右稍微拉一点 它会把白色的区域变得更白 但是你拉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墙壁这些这种细节啊 你要就让它产生一种啊 快要过曝 但是呢 细节还存在着这样 这样一个感觉 黑色的话 可以稍微 稍微提亮一点点就好了 清晰度的话 我个人习惯会加那么一点点 自然保和度的话 往右稍微拉一点 然后保和度的话 看情况这样去降 好的 我发现这张照片还是有点暗 那么很简单 我曝光度啊 再拉一点点上来 但是我要确保啊 这个脸部啊 它没有过曝啊 你不要一拉 光一下 脸部爆了 那完蛋了 这种照片就没什么看头了 好吧 然后的话 我们再换换到我们的HSL HSL呢 我们第一步呢 先调整一下它的肤色 它的保和度呢 有点太高了 我们往左稍微减一下 它肤色的一个保和度 然后明亮度的话 我们稍微往右稍微拉一点 但是不要拉太过 拉的稍下白也不行啊 我们要就是说拉什么程度呢 它保留一点自己的血色存在 但是呢 又白里透红 就这种感觉 又淡淡的红啊 这种感觉啊 好了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帮它去定那个高光 跟阴影了 就是我们这边的分离色调 这边的话 我的高光会加一点点的青 一点点啊 然后阴影的话会加一点点黄 它变得稍微 人里 就是人里面它带一点点暖 就这种效果 好了 我们拉好之后发现 我们这个东西啊 这个步骤都是可以重复去做的 比如说我先拉好那个阴影高光 阴影盒什么的 我发现它的肤色 又出现问题了 因为我拉阴影黄色的时候呢 它的肤色也产生了一点变化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HSL里面 再对它的肤色去进行第二次调整的 所以说有些东西 它不是一次就到位了 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是一次就到位了 我们可以来回去调 看到没有 好了做完这一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三元色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个三元色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三元色很简单 就是红绿蓝的色相 简单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试一下 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回去拖动的 我觉得红色不用拖太大 然后的话 张照片的话给我感觉还不是特别通透 那我就把那个蓝颜色的饱和度往右拉 你会发现 我叫蓝颜色的饱和度 往右拉 它这张照片就变得比刚刚要鲜艳一点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觉得一张照片不够通透的话 你去拉蓝颜色的饱和度 往右去拉 你会发现这张照片瞬间变得很透的 然后的话 绿颜色的话这边影响的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自己去试这个色相什么的 绿颜色好像是有点影响它的肤色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用绿颜色 再把它的肤色再来去做第二次的调整 比如说你看我把绿颜色的饱和度 再往右拉 你看它慢慢慢慢又变红 又变黄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饱和度 调整到一个肤色 看上去黄里带白白里带红 一个正常的肤色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红白黄三个颜色 而组成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肤色 这里你们要记住 好的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 整个轻轻跳的差不多定下来了 但是跟我心里面想想的所不一样 我要做出来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会用到我们的一个界边滤镜 我们先把这张照片说小一点啊 我们用我们的界边滤镜 我看你们有没有人跟我说话 我都没有看那个聊天 我再跟你们上课你们别聊天啊 界边滤镜 然后打开界面这个界边滤镜 你们都知道啊 这方块的啊 你们有人不知道的吧 我就怕你们你们有人不说 你们有人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的就马上提问啊 这个就是我们CAMERO里面的界边滤镜 这个滤镜 还蛮好用的 我个人蛮喜欢的 我们界边滤镜点开来之后 直接先把这个界边滤镜 重置局部 重置局部效应设置 就是把它这个数值 先恢复到默认的数值 不然的话你调出来 它会有那个 它本身数值就相信在里面的 所以说是不好的 我们直接把色温往左调 往左调一点 然后直接去拉 这样子去拉啊 告诉你们啊 然后这个边也去拉 上面也去拉 你们看好啊 我再动这个色温 等一下啊 然后再拉这个稍微再靠暖一点 然后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 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HSL 去调它蓝色的饱和度 我感觉还蛮OK的 那么我这个时候 就为了这张照片 张照片我还没有进 PS里面去处理啊 张照片 这种蓝 这种蓝啊 我们要拉出墙壁上面 有这种蓝色啊 这种蓝色 是在我们整个那个 颜色审美上面 是非常讨喜的蓝色 知道吧 因为这种蓝色 就代表了什么 干净 这种蓝啊 如果你不去做那个 鉴别滤镜的话 你再怎么拉 你拉不是这种蓝的 知道吧 我就是给张照片添加一些 自己的那个元素进去 那么就跟一般的普通调子 就完全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种蓝就是这种 他们就是很多小星星啊 这种片子里面 惯用的这种蓝 然后我们再导入到 我们的PS里面 再导入PS里面 再说什么磨皮了 对吧 什么颗色了 什么什么的就OK了 就OK了 你们要记住 就是说你们要培养的是什么 知道吧 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色彩 你们要知道 在整个网络 你们网络发片 什么颜色 比如说蓝色中的什么颜色 什么蓝 是比较讨喜的蓝 对吧 绿颜色当中 什么样子的绿 是比较讨喜的 比较毒的 你们这些东西 你们要去知道 拉这么多次 因为我是有原因的 我拉一次的话 我拉一次的话 等于说肩边滤镜 我现在恢复默了 肩边滤镜的话 我拉一次 等一下我改变 稍后改变一下 我拉一次只能改变 它这个区域里面 对吧 如果我要改变 它右边这个区域里面 那我还得再拉 我要改变它这个区域里面 那我就从上面往下拉 所以说我要拉很多次 但是这些拉好之后 你这些参数 都是可以去变动的 比如说你拉好之后 就不能去变动了 比如说你看我拉这边 这边也可以变成蓝 但是我觉得这边变蓝 都不好看 对不对 我还是恢复到默认 对不对 就非常简单 那么如果我做了这一步 那我就跟一般人的调片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比它增加了 我自己的一个元素进去 这样人家看了感觉 就非常清新一点 对吧 比较干净一点 对吧 而且你会发现 我墙壁现在是这种 蓝蓝的比较淡雅的冷 对不对 配上这个人物的暖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冷暖色调 一个对撞 这样造这种冷暖对撞的片子 有一个特点 它很耐看 知道吧 不是说你整组片子 你整组片子就是偏冷的 人物就是偏冷的 你整组片子偏暖的 而全部偏暖的 这种片子 调是可以这样调法 但是不耐看 你看多的 有点审美培了的 知道吧 因为在这样照片 我就是一个冷一个暖 L2里面也一样的 操作是一样的 你们知道CAMERO里面 怎么操作 L2里面就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多大区别的 我看什么问题 这个点知道了吗 就是一张清新调子里面 你可以去增加 自己的一些元素进去 然后打造 跟别人不一样东西 那么同样的是发主照片 你就比别人要出彩一点 这就是一个我的观点 知道吧 就是要读 知道吧 就是你们以后就是 为什么会叫你们经常去一个 CNU 那些片子 去看片子 去看一千张片子什么的 你们看片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颜色 比如说三颜色 红绿蓝 那么你知道红颜色 哪种颜色是毒的吗 绿颜色当中 哪种绿颜色是毒的 包括蓝颜色 哪种颜色是比较讨喜的 这些东西 你心里面要有数 所以说我教你们去看片 觉得好的片子 你就收藏下来 自己反复的去研究它 不是看了一遍 就把它给扔掉了 这种感觉 知道吧 什么有色差 有色差的问题 我们先不说好吧 这个是自己什么 机子屏幕的问题 这个我跟你说色差 这个我也解决不了 对吧 我又不可能帮你去买个屏幕 我又不可能帮你去买个屏幕 对不对 我也很穷 好了 我们这个说好了 升格是服作的 对的 他是服作的 但是他人在上海 他在上海做自由摄影师 我跟他关系蛮好的 所以当时我当时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金安拍的 因为我能长得帅 所以说一约就拍 根本就没有拒绝我 我就发了一张我的自拍照给他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给我拍了 没办法 人长得帅什么办法 这能怪我 这个只能怪老天 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对我刚刚那个步骤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有问题的话看录像 我操作的话 刚刚的话还是蛮慢的 我就拉了几下 刚刚就拉了三下 就什么 左上角一下 又上了一下 上面一下三下 你们都会的 然后去调整它的色温 色温调整好之后 再调整它那个HSL 里面那个蓝色 去调整到你一个比较喜欢的蓝色 就OK了 好吧 我经常是调 我建议你们是搞成这种蓝 这种蓝日系里面很多的 而且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蓝很舒服的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也会觉得这个蓝很舒服吧 因为这个蓝它就是清新的代表 好吧 我跟你们说的 好了 我们再说下一张 今天知识点也蛮多的 要讲课的东西 好的 我把这张照片偷出来 等一下 这张照片是武迪斯拍的 它那个人像照片我就不放了 就这个绿 调成这个绿 我昨天晚上说过 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去做过 把平时拍的那种绿 调成这种比较毒的绿 有没有去试过的 这个绿的话 因为我知道 我们那个现在我们的微博 或者是互联网上面发片 什么颜色比较毒 对吧 绿颜色它里面也分的 什么颜色是比较讨喜的 对吧 像欧美调子 它有欧美调子的绿 对吧 日系有日系的绿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哪种绿是比较讨喜的 哪种绿我调出来 是不会出现很大的差错的 就是人家大众看这个绿 是比较耐看的 比较喜欢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种绿 这种绿它耐看 它又不像那种欧美那种绿 很压 对吧 又不像小青星那种 又不像小青星那种绿 很亮 它就是感觉一个 有温度的一种绿 绿里面带点黄 但黄里面你又说不清楚 那么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的绿 我们在CAMERO里面 我们大体 大体是怎么样的 我跟你们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CAMERO里面 先去无限接近这个绿 然后再用我们的可选颜色 去把它调整这个绿 那么现在我就来操作一下 自动绿 到底是怎么调出来的 这个是干货 我不说一般性的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很简单 这样的照片 武迪是前期拍的是欠爆的 我们第一步很简单 先把它拉亮 对不对 然后拉这个峰值 你们自己去看 你们那个脂肪图 可以做一个参考 拉亮一点 然后对比度稍微加一点点 高光稍微回来一点点 阴影 稍微加大一点 阴影这边 我们稍微要加大一点的 我们要让绿颜色的 这个阴影 大概都呈现出来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白色这边的话 我们白色这边 也要往右稍微拉一点点 黑色的话 往左稍微偏移一点点 然后清晰度的话 这边我习惯性的加一点点 自带饱和度加一点点 饱和度再回来一点点 你们要先分析 这种绿它低一点 它是一个偏低饱和的状态的 我们第一步 这个饱和度就不能偏高 好的 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 直接可以调到我们的HSL 我们直接调整 它的绿颜色的色相 我们去看 绿颜色色相往右拉 我感觉这个色相还OK 那么它这个时候 这个绿非常鲜艳 对不对 我们再把绿颜色的 那个饱和度 往左稍微再回来一点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它已经是有一点点接近了 但是 还没有到我想象中的那个程度 明亮度 我们绿颜色明亮度 我们也往那个 右 往右稍微拉一点 让它变得稍微再亮一点点 不能太暗 这种吊子的绿 切记不能暗的 太暗的话就不好看了 好了 我们做完这一步之后 就可以直接切换到 我们的三元色这边 我们三元色这边 我们调整我们的绿颜色的色相 看到没有 我们绿颜色相 你们可以去自己拖动 我们绿颜色的色相 稍微的 往右偏一点点 蓝颜色的色相 我们来试一下 也可以往右偏一点点 蓝颜色的色相 然后饱和度 这些绿颜色的饱和度 再可以回来一点点 然后蓝颜色的饱和度 我们也可以回来一点点 其实这种绿 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接近 我说的那种绿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直接点击确定 我们到PS里面 这个挡住我的 这个 等一下 你们稍等片刻 哎呦 这挡住我怎么怎么怎么搞 这个 把这样子 拉大一点 好了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可选颜色 可选颜色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绿色 对吧先 然后的话绿色这边加青 然后黄色这边 我们再往左偏一点点 然后黑色就是它的明亮程度 我们再往左偏一点点 好的 这时候呢我们再切换到我们的黄色 黄色我们来动一下它的青 好像影响不大对不对 那么黄色我们直接动它的黄色 影响也不大 那么只有动阳红的 阳红这边来一点 其实这些参数 你们就啊 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知道这个方法和步骤 你们就可以完全就可以去仿造这个 这个颜色去调出来了 知道吧 知道吧 好了 这个绿差不多就这样成这样子的 就这种绿啊 不要讨喜啊 这种绿 差不多就这样子的 我看问题啊 绿色减绿色饱和度色相还有亮度吗 亮度是 绿色饱和度是降低 然后色相的话是往右偏移 然后亮度的话是往右加亮 不是边暗 好吧 HS要调整了绿色饱和度色相 还要在三元色里面调整 三元色里面我只是一个辅助调整 就是你调完 如果你在HSL里面就能把你的颜色调成那样子 那最好 如果还劝切一点东西的话 你去那个三元色里面再去做第二次调整 HSL是单个颜色 三元色会有每个颜色之间的互相影响 这个也回答了对吧 好的吧 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Camelo里面 如果是调不出这样的 就是说你的绿可能跟这个有偏移的 那我们就简单粗暴的 直接在可选颜色里面去试 我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跟里面说 我们前期为什么要学什么三元色 什么互补色什么的 说到互补色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曲线 我正好说一下曲线 曲线这个问题 曲线上次我就说过一个是 就曲线这边 一根曲线 这里是它的亮部区域 对不对 我要跟你们打几个点 像还有同学私密我曲线是什么 曲线是什么用 我今天就跟你们说一说 曲线 从上到下 从第一个 从右上角这个点 右上角这个点呢 代表是它的高光区域 然后中间点代表它的中间调 然后下面这个点呢 代表它的暗部 谁啊 吓我一条 有曲线不懂的吗 然后我这个时候会牵扯到一个 互补色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要调那个绿 调红颜色这根曲线 呃 红颜色 往上调就变红 那么往下调呢 是变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回答我 红色的 红色的那个 互补色是什么色 啊 互补色 对 说绿的同学不对的啊 绿色的互补色的 绿色的互补色是阳红啊 好吧 红色的互补色是青色 那么我们如果就是说 这根曲线我们往下压 就是加青 懂我意思吧 就是曲线它也是存在一个互补色 一个关系在里面的 就是我这根曲线 红颜色我往上拉 还有加红 那么我一旦是往下拉 就是在增加它的后补色 听得懂吗 很简单啊 不要再说是绿色了 所有绿色同学真的是 这个基础都没学好啊 好吧 不是绿色啊 会被人笑话的啊 呃 那么我再考考你们 同样的 刚刚说是绿色对吧 我往上加绿色 是跟绿色 跟绿颜色的曲线 那么我往下是加什么色呢 啊 对 洋红色对吧 这你们都知道了啊 下次别说 啊 洋红就品红了 其实差不多了 你看就加这种洋红色嘛 对吧 那么下一个更简单了 蓝色往上加蓝 对吧 往下呢 加黄吧 对吧 因为黄色是蓝色的护补色嘛 对吧 其实你们一些这种 最绿色的东西啊 你们只要知道了之后啊 对于调色啊 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有很多东西啊 它都是通过 我们都可以通过曲线去调整它的 比如说暗部 我加点黄啊 暗部啊 我加点蓝啊 高光加点绿啊 高光加点阳红啊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为什么他们都说啊 曲线是万能的啊 什么还有的人说什么曲线是什么调色之王 什么很类似这种话 反正啊 就说明这个曲线真的是蛮强大的 你就搞懂它搞懂它的原理啊 我说穿了 一根曲线 你什么色料你都能调出来 不管是什么胶片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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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了 什么乱七八糟了 人家一根曲线就调出来了 所以说你看很多这种 我以前看过在以前 我认识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摄影师 他调片的吧 我跟你们说啊 这种涂层啊 我们调片基本上面都有很多个涂层 对不对 他说他涂层非常少 就磨个皮算一个涂层吧 对吧 然后就调色一个涂层 两个涂层搞定 就这么简单 就为什么 他对这个色彩啊 他把控的是比较好 知道吧 曲线 要我说吗 曲线 曲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知道这个原理就OK了 曲线 原理 我就给你们示范一下吧 好吧 比如 这张照片 对吧 我要那个 它的高光部分 它的高光部分加一点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啊 那我觉得它的高光部分 去了一个点 然后呢这个点 啊 这样子 啊 类似于这样子啊 就是加就是在高光里面加黄啊 再举个例子 啊 比如说我要照片里面 我要让它的那个 啊 高光区域啊 加一点红 等一下这边 啊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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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错的啊 不对不对啊 高光区域加一点红 就这样子 我就是大概那个演示一下啊 你们就是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 你们就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 自己的曲线去调色 没事 曲线都拿出来用用 好吧 把曲线 把它曲线给练手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还是很强大的 啊 是非常牛逼的一件事情 好吧 嗯 等会儿让我抽个烟啊 啊 有什么问题吗 快问吧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 刚刚那种绿色会调的吗 怎么去判断高光或者暗部 加什么颜色啊 这会看你自己了 每个片子每个风格了 这个让我怎么说呢 对吧 怎么判断高光和暗部 加什么颜色 你让我去判断 我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有看到过 你要调的那个什么 照片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调色 你要看照片啊 你要看照片的风格去定的 不是参数是死的 你知道吧 方法是活的 知道吧 欧美绿对吧 欧美绿相当简单啊 欧美绿 基本上面的欧美绿 都是什么 暗绿色 对不对 我来演示一下 欧美绿比这种绿 要简单多的 这种欧美绿 一步就搞定 这种 我跟你们说 越暗的颜色 越好调 中间掉的红绿蓝 中间掉的红 等会啊 我先来说一下那种 欧美绿啊 怎么怎么弄啊 我先把照片提亮一点啊 然后直接啊 绿色 绿色这边 我们直接往右拉 然后我们直接啊 绿颜色的明度啊 往左来 然后饱和度啊 然后摄像这边 再做来调整 饱和度啊 再降低 然后全绿色明度啊 也降低 绿色 再一点点 然后啊 打开它 一次不够啊 我跟你们说啊 CAMERO啊 可以有很多次的 再打开是CAMERO 再绿色 色上这边 饱和度 只加一点点 绿色明度啊 再压下来 欧美绿就要看你定义 定义是什么欧美绿的 知道吧 就是说什么呢 我也跟你们说一下 正好提一下 CAMERO 或者任何东西啊 它都是可以去 去过很多次的啊 别以为CAMERO 搞一次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实在是 碰到这种比较掉砖的东西啊 你可以多跳几次的 这个对你的原片啊 这个损失并不是很大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好吧 主要是 像如果就是说 所说的一些参考啊什么 如果有参考的话那更好 就是什么啊 你 你在仿这个 比如说你在仿这个绿色 那我就在把这个 就让照片放在它旁边 我边看这个绿色 我边调嘛 这有什么调不出来的 我只要或者这个方法之后 我敢说 你们以后碰到任何的绿 任何一种颜色的绿 或者任何一种什么颜色 你们都能调出来 焦片曲线 焦片曲线好简单 焦片曲线就这样子的啊 这个暗部往上拉 高光部分往下拉一点 当中定一个点 然后这样子啊 拉一个降S型曲线 这就是焦片的曲线 知道吧 就是有点对比度 然后呢高光这边加点灰 暗部这边稍微提上来加点灰 然后呢高光部分的下来一点 这种都是一些什么啊 已经是烂大街的一种比较 比较普遍的一些什么焦片曲线 像我现在是 因为现在二级比通道对吧 比如说我红色 我拉一根那个 我拉一根那个 那个焦片曲线试一下啊 那么就马上就会有一种 很焦片的感觉出来了 嗯 这边提一点啊 我说我只拉了一根红色啊 是不是啊 这种焦片感马上就出来了 就所见所见即所得 啊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比较焦片的那种感觉啊 其实焦片 其实很好调的焦片 对吧 我们要调的色调 并不是说要 要什么调成很焦片的感觉 如果你要调成很焦片的感觉 你AR里面直接套个预设嘛 对吧 这种焦片已经烂大街了 知道吧 你看我调的片子啊 都是什么啊 无形中带有一点点的焦片 但是呢 又不属于它是焦片的 要有这种感觉 我看我看一下啊 这个曲线高的部分 我往左方向拉跟往上提有什么区别 等一下我还没意见 等一下我试一下啊 往 往左拉跟往上提啊 这个的话我倒是没有怎么去研究过 一般性我不会做这种曲线的 好吧 你能做这种曲线的机率很少很少 好吧 你也不用去 太深究这个东西 好吧 我们如果以后做一个网红摄影师 调片也不会运用到这个东西的 好吧 这个什么顶端去拉这个 一般性不会有这样子 一般性不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的 反正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去深究 这东西没用的东西 只能去只会浪费你自己时间去研究它 像我这种自己用不到东西 我根本就不会去研究的 知道吧 我研究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干的干货 知道吧 这东西你可知道可不知道的 这东西你不知道 你摆住一下就知道了 我说穿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吧 银摆的书业 我什么时候调过银摆的书业了 哦 那个 哦 那个 就那什么佩路下那个 那我出个教程的 你记得到我微博里面去看吧 那个书业 那个叫佩路下色调吗 那个很好调的 好吧 那我再调一个五敌四的一张 剑道符给你们看看 好吧 这种偏古风的这种这种调子 应该是怎么去掌握它的 好吧 然后包括整 就是我整体的一个修片流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让你们自己心里面啊 也有个底啊 好吧 包括我都会那个磨皮了 或者是T恤高工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给你们先展示一下 我自己的一般性的修片 是怎么修的 OK吧 五敌四 你这是故意签报还是什么 你这是故意的还是什么 还是当时你那个 你那个什么相机参数你没调好啊 然后你就开始拍了 然后拍了100张之后 你再看参数一看 哇靠前100张全是签报的 是故意的对吧 我刚刚说的事情是真的啊 有的人真的是那个100张 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习惯嘛 拍好之后去看屏幕嘛 还有啪啪啪啪狂拍 参数全部对的 然后一看屏幕完蛋了 前100张全是什么的 欠报了什么 握报了什么的 那完蛋了 所以说你们要 你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要有个习惯啊 你们拍一张 大概自己看两下 开一张自己看两下 这样的话可以把风险 剪辑到最最小 还有就是什么啊 我们在拍摄之后啊 这些参数啊全部都还原啊 都给我啊 这个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啊 你参数不还原 你下次去拍照 万一你忘记了 你完蛋了 你整套照片都是按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ISO开到800 ISO开到1600去去去去拍 那个什么大晴天 这种事情 因为在我自己是 在我自己身上是发生过的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之人 我跟你们说啊 这种情况啊 尽量去避免它 不然的话 妈都要来打你的 不然的话 你后期就也救不回来 就完蛋了 但是 那个武迪斯我跟你说 你这样子 故意牵包的话有 还是有一个缺点的 因为你故意牵包 不是牵包一点点啊 你这样照片是很 是很牵包的 你这样照片 如果一旦牵包的话 你一拉的话 你矿动度不够的话 一拉全是噪点 知道了吧 就说你以后下次拍照的时候 你牵包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牵包那么多 不然的话很难救的 好吧你可以牵包一点 好吧 五迪斯牛逼啊 妈的买个 五迪斯啊 又买了五迪斯 妈的那个长相呢 又长得像MC阿泽 这样子是 这样子确实是能调到那个 妹子去拍照的 确实是可以 他直接把自己的自拍 然后把那个五迪斯的照片 一发给妹子 妹子一看 嗯相机倒不重要 还是人比较重要 就这样子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看啊 妹子啊 什么为了妹子 去升级自己的一些机器啊 什么的 我跟你说 你长得像陈冠希 你没机器啊 你拿个手机照片给你拍 对吧 你长得像李登涵那烧B 那么烧 你拿一个素哈 不是素哈 你拿个来卡吧 不是素哈 哈苏的吧 是素哈还是哈苏啊 我现在都脑子乱了 就这样说吧 拿个来卡 人家都不一定找他拍 因为他太为数了 太烧了 人家妈在找他拍 一开始 要去买那个什么人生保险 知道吧 太烧了 嗯好了 我们就这样说啊 嗯 然后我们来调一下这张照片 我们先第一步啊 上照片已经签报了对不对 老规矩 把它提亮一点 这个峰值差不多到位就可以了啊 这个峰值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明亮调的 所以说我亮步啊 稍微提的稍微 稍微亮一点点 然后呢 对比度的话 可以增加一点点啊 对比度这边 然后高光这边收回来一点 为什么啊 对于这高光的理解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种这种啊 我们在整体曝光的时候啊 你发现了 他衣服上面的细节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只能就是说 高光回来一点 那么我们高光收回来之后呢 他的细节呢 又会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高光啊 是配合我们的曝光啊 这个曝光值啊 是配合曝光值来使用它的 它可以救回你 过后报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高光这个东西啊 你得好好用好 但是呢 高光你也不能降的太低 降太低啊 衣服显脏 对不对 我们要降到这个差不多啊 这样子的位置啊 就是你的感官 你自己啊 是视觉去察觉它 衣服啊 有点过曝 但是呢细节呢 还是存在一点点的 就是这种感觉啊 你也不要压得很那个啊 压到 你压到底很脏的衣服 衣服像 像很多天没吃一样的 然后硬这块呢 我们稍微 往右啊稍微提升一点点就够了 不要提升太多啊 因为不然的话 头发这个 不该出现的一些细节 全部出现了 然后头发就也会显得很脏 我刚已经说过了 然后白色区域 我们稍微的 往右稍微拉一点 黑色的话 我们可以往右 稍微拉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想 这样照片啊 变得很灰很灰 清晰度的话 还是跟刚刚一样 我习惯性的 会加个3到4 我为什么会加清晰度呢 有同学 我为什么会加清晰度呢 因为清晰度加的是我的习惯 第二点呢 它方便我们后期去磨皮 知道吧 加了清晰度之后去磨皮 就感觉会非常爽一点 因为还有这个原因 所以说我把这个原因 都给你们说 然后的话自带饱和度 刚刚一样 稍微加一点 饱和度呢 往左稍微再降一点点 向到一个绿色 因为照照片 我们拿照照片 不管你拍什么照片 你要拿照照片去分析它 知道照片环境 对吧 有几个东西 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元素的 那么很简单照照片 竹子 对不对 人物的肤色 还有竹叶 大多数是竹叶 然后竹子 人物的肤色 这种衣服什么的 因为它颜色比较素 我们就不把它包含在内了 因为衣服的话 我们只要把它调的干净 调的白白的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我们重点就是 这个竹叶 跟它的肤色 我们先要学会 就是说大体的继续分析这张照片 那我们才能把这张照片调好 知己知彼才能百正百胜 我们调这样子 然后我们直接切换到我们的HSL 这边的话跟刚刚一样 这个绿色 我们往右偏移它 往右偏移它 然后饱和度 绿色饱和度 往左再降一点点 我们不能让它 这颜色很鲜的 很鲜的就很老法师的 这种老法师的绿 我希望你们以后调片 尽量不要去出现 不然的话会很low的 就是个low p 然后绿色的话我们降一点点 明亮度的话我们可以提升一点点 调整这样的绿 其实跟我心目中的绿 肯定是有很大差 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时候先再去调整它的肤色 先把它的肤色给拿稳了先 这张肤色的话 5D4拍的话还是蛮干净的这张脸 然后的话model的颜值也是蛮高的 我们肤色的话就低一点 稍微降一点橙色的饱和 然后稍微这个橙色的明亮度 稍微拉一点让它变得有点白 就这种白 其实这种 其实在camera里面去调整肤色 其实只是定一个大调子而已 具体的去微调那个人物皮肤的肤色 还是在通过我们PS里面的可选原色里面 去做微调的 所以说你们不要去指望在camera里面 就能很精准的去定义一个model的肤色 因为为什么呢 在PS里面我们可以调整肤色 然后再用蒙版什么的 把它插回来不需要的地方 对不对 如果在camera里面去调整它的肤色 如果你的环境 比如说我调橙色 如果我的环境是带有一点橙色的 那我的环境是不是跟着它的肤色 一起在变化呢 对不对 而且在camera里面 或者是light rule里面 这个蒙版操作起来 也是非常麻烦的 没有在PS里面用蒙版 那么直接那么简单粗暴 所以说我建议的话 就是说我们调肤色的话 大概定个调子在camera里面就可以了 不用太精细的去调整 我们要调整就是一个大区域的东西 比如说这张照片 一个绿颜色 它是占一个照片的三分之二 一个区域的东西 我们是在camera里面 可以给它定一个大调子 好吧 然后我们调好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直接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三元色里面 我们第一步 三元色里面有个色相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拖动我们三元色里面这个色相 去把这个绿 我心中的这个绿 直接可以在这个三元色色相里面 可以展现出来 你们看到没有 很神奇 是不是我拖动这个三元色的绿 这个绿已经很接近 我刚刚所说的心目中中的绿 所以说你们三元色的东西 你们可以去多练习一下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把三元色 在camera里面 或者light loop里面 也是三元色 把这几个四项去搞稳了 它可以创造无数个效果 可以创造 可以创造百万个这种效果出来 对不对 你看这种绿 是不是就比刚刚那个 那个圆片绿要好看很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圆片是 圆片我就不拿出来了 圆片是欠爆的 根本就看不出绿 我想起来的 好的 那么这样的绿 我感觉 氛围是感觉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再提升一下蓝元 蓝元色的一个饱和度 我们往右拉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让这张照片 等一下 这张照片还是没有那个 拖动一下蓝元色的饱和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这个人的脸会变红了 但是它整体变得透了 我发现本来这样是很压的 我这样一条 它变透了 但是绿颜色呢 它也是变得比刚刚要新一点了 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去这样一条 然后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CAMERO那个HSL里面 再把它的这个肤色 你看它现在这个肤色 是偏红的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是偏红的 我们这个时候 再降低它 橙色的一个饱和度 降低一点点 然后再提亮 它的那个橙色的明亮度 就更白了 你们会发现 现在变刷刷白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最后 定皮肤的调子 是在我们的PS里面去定 我们这边只是大概操作一下 为了方便我们在PS里面 用可选颜色而已 仅此而已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打开图像 好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肯确加起 我们不管做什么图 我们先要肯确加起 复制几层 那个图层出来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原 原始图层 不会被破坏 所以都要有这个习惯 在这里 我怕我刚刚这样子 我看我左边的PS 那个什么工具栏 怎么突然没了 吓我一条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D23 摸屁插件 D23你们都装了 别跟我说现在还没装 然后把这个框 这样子 这样子 把员工的脸 晃起来 很简单 回车 直接回车 点一下 然后等一会儿 哎呦我擦 真这么慢 本来没这么慢的 那东西还没装 那东西我都喊了一个多月了 我从开课 我从还没开课之前 我就 我就 我就在那边喊 我说D23给我去装 给我去装 反正如果没有D23的 到时候广场员 你们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啊 有的话 那个分享到全文件吧 我觉得D23比较好 因为D23的话 你们会发现 好了 现在现在 先调出来对吧 白颜色的画笔 直接将暴力去涂 然后再用黑色的画笔 把眼睛区域跟眉毛区域 还有嘴巴区域 再把它擦回来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 然后我们这时候看 它这个磨皮啊 这个力度啊 好像是有点大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去调整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知道吧 不是说你磨了就百分之百啊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让它这张图磨得比较自然一点 这方法 会没人不知道吧 好啊 磨好之后 就是说 我们用D23磨好之后啊 你还 你觉得如果磨过了 你就去调整这个图层的整体的不透明度 然后就OK了 调的比较自然一点就行了 一般性我这边调的是七八十吧 不透明度大概 你没必要百分之百的啊 好的 好了我们磨好之后 我们磨好之后 我磨好之后就可以什么 可选原色 我这边有点那个 点击可选原色 然后呢 才是调整它的绿色啊 我们要把这个绿啊 再变得毒一点了 因为这个绿啊 我觉得还不够毒 我还要把这个绿色毒一点 那么我们绿色里面 直接先拖动它的青色 好青色加一点 然后黄色啊 阳红色 阳红色 我觉得不要懂得蛮好的 黄色这边啊 黄色这边就是 一下子啊 变化很大的啊 我们黄色这边 稍微 减一点点 黄色 然后明亮度啊 就黑色这边 是控制它的明亮度的 我们可以再提量一点 让它有一种啊 绿颜色啊 还带一些白白的这种感觉 给人家这种绿颜色 你不能用死绿啊 死绿这种感觉啊 会给人家很压抑的感觉的 你要调整这种什么啊 绿里面 还带一点点白色啊 落影落线的这种白 那么就是提升我们的 这个绿颜色的 这个黑色这个 往左去调 就会变 就这种绿啊 就很通透的 就是又透又毒 知道吧 就是这种色调 然后我们再点击我们的黄色 也是刚刚一样啊 黄色这边加点青色 然后黄色这边 再减一点点 然后也是 黑色的明亮度啊 再提升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黑色这边 OK 现在这个绿 已经差不多 啊 是我心目中的绿了 我跟你说 第二三模出来 不要说没细节 你要真的就是说 你要有细节的话 那个真的要追求到百分之百的话 商业修图 自己买一个数位版 一张照片磨两个小时 这样子就有细节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东西啊 你 你要就是说什么 有得必有失啊 对吧 一张照片 你说我那张照片调出来了 我要 我要 我要什么有细节 我要快 我又要什么 两分钟调一张 我要他妈 是有细节 现实吗 你说你要有细节 可以啊两个小时啊 对吧 谁不会啊 商业修图中心灰 其实很简单的 对不对 就点嘛 你有耐心就点好了呀 对啊 就很多人啊 你们在网上啊 或者去发片啊 总有人会说啊 你的照片啊摸太平了 没细节了 什么什么的 我愿意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太去纠结这个东西啊 我们整体的这个片子好看 就可以了 对吧 要看这种高质量 很有细节的照片啊 去看商业修图中的 就脸上颗粒啊 都是 就是那个呃 脸上那个皮肤啊 都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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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那种感觉 商业修图中的感觉 对吧 那个是有细节啊 每个毛孔都有细节啊 对吧 但是人家花多少时间呢 啊 你知道吗 对吧 跟你这个华尔兰嘛 你给人家 比如说你去拍课片 对吧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拍课片以后 对不对 你给妹子啊 比如说四五百块钱拍到课片 你一张照片 给她两个小时修 现实吗 可能吗 不可能吧 所以说 呃 我们现在是拍课片 一些东西啊 就不要去太过于纠结 知道吧 啊 这个脸没细节的 我跟你说拍课片的妹子 只要你把她的脸修白 修好看 修好了 就是你的 你要那个脸上要干净 第一点 脸要白 第二点 叶化要 叶化要叶化要叶化 她觉得满意 好看 看上去赞 就好了 你的客人不会再 不会去纠结于 你给她脸上有多少多少细节 对吧 给她保留什么脸上什么 每个颗粒都要保留 你去看哪个客人会这样的 反正我拍照拍到现在 没有客人跟我说 你给我什么商业修图了 什么脸上给我细节 什么每个毛孔全部都给我 每个毛孔全给我那个什么搞出来 男人脸的话 就中国的 如果是中国男人的话 就把她那个脸 就是痘痘 大概的痘痘 给修掉就可以了 如果是老外的话 像我拍老外 我从来不要 我从来不去磨皮的 我还要给她加瑞化 让她这张脸更加脏 因为老外这种脸 更加脏之后 过行的那个五官 因为她五官本来就 比我们中国人的立体 知道吧 你一旦瑞化了 让她那个脸更加脏 就类似HDR 更加脏之后 她这个脸 会更加有冲击感 所以说我拍老外的片子的话 我从来不帮老外去磨皮 包括你们以后去帮老外拍片 你们也一样 除非是上拍 上拍的话 你肯定要给她做什么什么 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就是拍到一个老外 对吧 给我拍照照片 什么的 你就不用去给她去修的太多 她主要的就是一个色调问题 一个欧美的色调 因为老外她自己有自己的审美 老外她喜欢的色调 她不会是喜欢小星星的 老外她是喜欢这种色彩 比较浓郁的 因为我自己拍过老外 我跟老外也交流过 反正老外她的审美 跟我们中国人 什么日式小星星 是不一样的 老外她不会觉得 你的日式小星星很美 她只会说 你的颜色是不是太素了 她会这样跟你说 好吧 妈怎么自拍都拍上来了 妈的5G4 哎呦 卧槽 她妈炫富 卧槽 男生满脸痘痘 去脸痘痘还是很奇怪 然后怎么处理 让她整龙吧 这个怎么处理 你说PSPS都救不了她了 你问我怎么处理 我怎么处理 这个除了整龙没了 这个没办法了 贴一张脸 我跟你说 丑的人拍夜景更丑 好吧 你们不要以为 一个丑的 如果什么光纤暗了 就会变得更加好看 真的丑的人 360度 全是丑角 知道吧 没有一个好看的 所以说拍夜景的话 会更丑 拍剪影可以 拍剪影可以 妈戴口罩还拍个屁照 你给客人拍照 你叫他戴口罩 你去试试 好的 我们刚刚我们要继续 开了一伙小玩笑 好吧 我们来继续 这张照片 调成这样子 之后呢 我们这个绿色是调好了 但是它的肤色呢 现在是惨白惨白的 没有一点选色 对不对 我们这时候再可以去 科学颜色 等一下 然后呢 选择我们先选择我们的红色 红色里面 我们把它照片 我们调肤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窗口放大一点 对着这个肤色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青 红色里面加一点青 不不不 红色里面减一点青 稍微加一点点红色 就给它这个脸 稍微带一点点的血色就可以了 然后黄色这部分呢 我们就是往左 稍微移一点 有这种比较奶白的这种效果 会出来的 然后白 然后黑色 红色明度 我们再提亮一点点 然后再我们切换到我们的黄色 黄色这边呢 我们青色 剪掉一点点 再继续给它加一点红色 等于说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 互补色 又有关系了吧 所以说我跟你们说 一直最基础的东西 我们互补色 一定要记住 因为为什么呢 减轻就加红吧 是不是 青色 青色跟红色是互补色吧 我减轻就是等于说 在这个颜色里面加了红色 知道吧 你们就这么去理解 所以说一些基础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红色这边 我们再往左 黄色这边 我们再往左拉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皮肤 很奶白 会变的 然后呢黑色明度这边 我们再往右拉一点点 这个时候 我们调完之后 就可以什么 肯确加I 肯确加I 肯确加I呢 是一个反向的快捷键 就是它这个蒙版 本来是白的 我按了肯确加I 它就变成黑色了 这个时候 它什么东西 什么效果 我刚刚做的 可原颜色效果都会被还原 这个时候我就在 那个黑色的模板上面 用白色的画笔 我看我现在是不是白色的画笔 有白色的画笔 直接在它脸上去涂 那么我刚刚调出来的 可原颜色的效果 就会被我涂出来了 然后这样子 用黑色的画笔 把它的眼睛 给它给擦回来 它嘴巴 嘴唇颜色给擦回来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它的脸实在是太白了 怎么办 调整整个涂层的不透明度 知道吗 调整 调整我刚刚这个可选颜色的涂层的不透明度 直到调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 因为肤色的参数没有一个固定值 很多东西 它根本就是什么 参数不可能是一个固定值的参数 它只能通过你自己的一个月评的一个审美 你觉得这个肤色OK吧 你觉得这个肤色OK 那就是OK 但是有一个中指 你不管调肤色调的什么样子 你第一点 你要保持它肤色的干净 因为这组片子是一组偏古风的 偏见到斧对吧 也有一种偏古风的味道 那么这类片子 你肤色可以偏黄可以偏红 但是你要给人的感觉就是 我这个脸是干净的 听懂我意思 那么我们调成这样子 调成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太白了 我们可以再回来一点点 就是这种比较干净的 你宁愿脸刷刷白 知道吧 你也不要搞得怪力怪气 让人看得不舒服 知道吧 然后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呢 其实还没有做完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什么为眼睛 先添加一个眼神光 添加眼神光 我们就要打开这个插线 这个插线你们都装了没有 这个我在说我整个修图的流程 B2插线 没有装的到时候装一下 这插线蛮好的 我们就是点一下这个 直接会有一个什么什么S 反正看英文你就看懂的 什么什么眼睛 就为它增加眼神光的 我们点一下 它会自动生成几个图层 应该说是自动生成一个图层组 我们把这个组点开来 然后选到这个 对就是我们倒数第一个蒙版 用白色的画笔 我们看看我现在用的是白色 用白色的画笔 你们会发现它这个眼睛 它这个眼睛 这个眼白是发绿的对吧 有一点发灰 有一点发这种暗绿色的感觉 眼白不是很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建立了刚刚那个图层组之后 就可以用白色的画笔 直接把这个眼睛 眼白的地方去涂它 然后我们再倒数第二个图层 直接可以把眼珠 红膜区域的高光部分 把它给画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的照片当然 这也画出来多了 我们来 然后再把这个组收一下 然后调整整体这个组的不透明度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眼睛很神奇 因为很多人他都落这一点 就这一步 一个女的她的眼神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眼睛是星明的窗户 这样简单是可以 但是没有我这个块 我这个方便 我这个做好之后可以 这个组我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调到我自己喜欢 调到我自己喜欢为止 知道吧 你看有一个眼神 一个眼睛只要有了光 对吧 就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就完全提升了这张照片这个人像 因为人像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每张照片 如果像这样照片的话 因为它的焦距 就是它的机位 还不算是一个很大头照片 如果是那种很大头照片 如果用一个这样的眼神光 去调整它的不透明度 你就会发现这个model眼睛会说话 很通透 眼睛很通透 眼神很吸引人的 知道吧 对 所以说插件的话 怎么说呢 会提升我们的一个修片速度 所以说有的人说 会很排斥用插件 你用插件你就没技术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我有 我会用插件 我比你修片快 你跟我比什么技术 你修的原理我也知道 对不对 加成简单 这种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比你修片快 你不要管我用 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插件 修出来的片子 没人会管你用什么插件 是怎么修的 别人主要是什么 你张照片好看就好了 谁会管你那么多 你用什么插件 什么乱七八糟的 人家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 客户如果有同学 有这个插件的 可以上传到 那个全门界里面去 因为我这边本来有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 那个链接一下子被我删掉了 因为我手机里面本来是保存这些链接的 后来我一下子那个没有了 就是手机从装上系统就没有了 好吧 管理员你们手上应该有的 到时候贡献一下 管理员还是蛮辛苦的 其实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 我们先肯去Alt-Shift加E 这是一个盖印图层的一个快捷键 肯去Alt-Shift加E盖印图层 然后我们再用 我们再到我们的这个EX7里面去看一下 我们只是去看一下 要不要再做一次渲染 因为EX7这个插件用来渲 就是用来我所谓的就是最后一次渲染整体色调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这边我增加一点 它这边可以调整整体强度的 我稍微增加一点这种胶片的色调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个叶子 神体色调会更加白 然后高光区域我们再收回来一点 这边还可以 就是说你这打开一个插件之后 这些参数 都是还是可以做微调的 我们截个图给你们看 没用它 你会发现 用好之后 这个照片 变得更加通透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调整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知道吧 就是说每个图层 它为什么都有一个不透明度 有的人 他就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图层 每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去实现某些东西 它跟人家差 就差了这一点 不透明度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它可以完全靠 就是说靠你的控制 去控制它 去更好的控制它 非常神奇 不透明度 其实不透明度我用的非常多 我感觉这样才OK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次 最后 我们就是再做一次高反差略化 你们略化一般性 是怎么做略化的 有没有人不会高反差略化的 高反差略化 因为我不太习惯用 那个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都是用那个 USM略化对吧 我个人习惯于高反差略化 因为我觉得更加贴近于 它本身的一个自然程度 那个 USM略化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感觉 我做了这么多时间的后期的话 我不是很喜欢 USM略化其实非常简单 我来那个 肯确奥特效果加E 先干一层图层 我们来说一下 那个高反差略化 高反差略化 是怎么做呢 直接 我们点击我们的滤镜 然后其他 这边有一个高 高反差保留 我们直接点击它 这边半径呢 我们控制在1 或者2 我们先控制在2 好了 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图层模式 我们直接选择叠价 有个发现 等一下把它放大 哇塞 我照片放大不了了 哇塞 等一下 我照片为什么不能放大了 真是起的怪了 这是 这是 热化前 这是 热化后 然后你们会发现 张照片啊 存在很多的噪点 对不对 如果是 因为 我第一次张照片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噪点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就是它前期太 太过欠爆了 知道吧 然后一拉 啪一下全噪点 这种方法降噪 那么我们接下来做最后一步 那就是降噪 等一下啊 降噪一般性啊 我们做啊 都是在热化好之后 再做降噪 因为你们知道 在在热化之后啊 也会产生一点 那个什么噪点的 对吧 对吧 噪点 噪点的话 我是用插件去降噪的 因为我感觉用 我感觉用插件降噪比较屌 好 我来做一下降噪啊 好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了 点击滤镜 我这边有一个噪点拮据 也是我网上下载的 你们不知道的同学可以那个 使用这个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怎么这样子啊 其实加到的话 用它默认的这个数值 已经是OK的 你不能太过 太过了就完蛋了 太过了后面都是真的 点击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对比度 那个对比 这就是降噪 一般性的话 那个降噪工具里面的各项指数 我觉得是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自己一般性 也就是用的那个默认参数 来降噪的 因为为什么 你参数的话 你去动的越多 它越不好 而且为什么 我这个图层 我降噪好之后 我还是可以调整 它的不透明度的 知道吧 所以说这种参数 对你们来说 根本就是这种参数 没有什么都要用逐的 我想 我想真的达到 我自己的效果的话 我后期的话 算出难听点 我降噪两次 我来调整这个图层的 不透明度 也是这样可以达到 我心里面想要的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我何必去记那些 很繁杂的那些 什么参数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也拿很多东西 都是简单化 千万不要去 转到这个坑里面去 很多坑 就算你搞懂了 对你自身 也没有多大进步的 你说我说对不对 你把降噪搞懂了 那又能怎样的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 看清现实 还是要实际一点 好吧 这个降噪插件 反正还蛮有用的 就是说对降噪来说的话 还是蛮有用的 所以说但是我 我说了 你们后期要降噪 为什么 无非拍夜景 要去降噪 对不对 像白天我拍这种片子 我一开始就不会像 武帝斯这样拍那么千宝 我就可以能保证 他的噪点非常少 少到我不会去做 降噪这一步骤 懂了吧 所以说你们前期拍照 你们可以去 去欠包一点点 但是千万不要欠包很多 像武帝斯 他那个就欠包多了之后 你看我一拉曝光度 那个噪点就 全部全部就起来了 对不对 那你能不让照片起来 你何必要欠包那么多呢 对不对 你可以欠包呀 但是没有必要欠 没有必要欠那么多 对吧 所以你们平时自己出去拍照 这一点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插件你们管理员 什么手上有吧 我先问一下 这个降噪插件 你们谁有的 都没有啊 有没有有的 都没有啊 有的对吧 有的客户之后 就是说 上传到那个群文件吧 让没有小伙伴 也能自行去下载一下吧 好吧 这样知道这个插件 还是蛮用的 因为降噪插件还可以 因为为什么 你们有时候拍夜景 拍夜景的话 肯定会有照点 对吧 拍夜景的话 肯定是有照点的 没有办法的 除非你看他们商派一样 对吧 那么搞好多灯 但是我们作为自由摄影师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只能通过我们的后期 去救他 我们后期也通过各种的方法 去把他前期 不做东西 给救回来 我们后期就是为前期而服务的 包括我们用的各种的插件 什么的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插件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这插件叫什么造点拮据 因为我这边是自己去下载的 还是当时朋友发给我的 我自己也忘记了 什么七度汉化 什么造点拮据 然后我跟你们说 刚刚今天有人微信 有同学微信里面问我 那个揉焦效果怎么做 揉焦效果的话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朦胧的 对吧 这种感觉 其实很好做的 其实 我顺着这边来说一下 这边 还是点击我们这个插件 EX7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往下拖 红会发现有一个横外功能 红外就叫 等一下这照片还没有显示出来 红外就有个色彩对比度 不色彩对比度 光阴不透明度 还有光阴范围 我们把这个 就是把那个光阴不透明度 我接触发一下 还是我们在那个EX7里面的红外 你们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你看 一些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适合一些我们那个 古风 这种 或者是那种 比较柔美的 可以用这个效果 你说的那个NIC插件也是可以的 那个NIC插件 我来操作一下吧 你有吧 NIC插件 NIC插件你有的话 5G4你有的话 你客户 你分享到那个群文件吧 好吧 我来用那个NIC这个插件 来演示一下 怎么加楼胶 这种比较楼胶的这种效果 这有古典楼胶看到没有 这加楼胶好方便 还有人跟我说 今天还有人跟我说 我要在那个前期镜头上面 套个丝袜 他说套个丝 他们是不是每个摄影师 都要镜头前面套个丝袜 才能出这种效果 其实一个 一个插件就能去满足他 其实 像这边参数 你们自己去调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自己的一个程度 自己去调 然后就会有这种 比较梦幻的 比较柔胶这种效果 就出来了 知道吧 是不是很柔美 这种比较柔的 这种效果 好像很多 妹子 好像会喜欢 好像 对吧 看你们很多人都没这个插件 我记得当时因为 上一期的话 这个插件应该有 这个插件 反正上一期的话 EX7这个插件是有了 好像这个 NIC这个插件 好像是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 那个什么共享过 对吧 那么管理员 其实管理员 你们就是说 客户 有这些插件的 全部上传到全文件 好吧 因为人多力量大 有的人他有 有的人他没有 对吧 大家凑凑 大家凑一凑 总归会有的 对吧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等一下 我叫 我人拿包烟过来 今天话洗的 晚上吃什么 这里没东西 这里没东西 吃屎 今天 讲的几个字典 还蛮多的 然后讲的一些 那个插件的一些使用 应该说是 还有一些 我个人对色彩的见解 还有就是一些作品 一些作业的一些 那个点评吧 其实 总之来说 我再总结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一些观点 就说什么呢 一张照片 如果你想不出别的色调 想不出很累的色调 你就把它给调干净 这样子的话 没人会说你 特别是它的肤色 它的这个脸啊 什么的 像这张脸 你看我把肤色 给搞干净了之后 我还没有作业化吧 这张脸就应该还可以了 对不对 俗话说的好 一百遮三丑 对不对 你们只要记住好 这句话就OK了 然后整体色调的话 你们看 我整体色调也没怎么调 但是它就会有一种色调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它三分之二 它占有了三分之二的东西 我把它调成了一个 我心里没想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张照片给人的感欢 就是很好看 就是很干净 就是看得很舒服 不能说很好看 就是看得很舒服 那么能做到 让别人看得很舒服 那张照片就是有 就是成功了 就OK了 好吧 就是说你真的脑子没思路的话 你就按照我这个走 是没有错的 知道吧 就是白 包括你拍客片也一样 你把客人 修成这样子白 客人不会收你的 知道吧 客人他要的就是白 知道吧 你把它搞黄了 完蛋了 你又不是拍创作片 你别看我拍那个什么 拍我自己女人那个 戴个红卫金 那个 那种很歐的色调 对吧 那种很歐的色调 我拍客片不会去用它 第一点 这个色调是有风险的 知道吧 你拍客片 你用这种色调 是有风险的 第一点 人家客人动不动 就叫你重修的 就是他的审美 可能就是他的乐片 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这种 就是我们因为 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说 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 去搞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拍的客 客片千万不要 向我去学习 我拍的客片 没有一个向我 调的像我那个 就是我拍的 自己女人戴红卫星 那个色调的 没有的 我主要就是什么 把女的皮肤 把客人的皮肤 调得干净 白里头红 对吧 你色调看上去比较干净 就好了 这样的话 客人他找不到 他找不到任何东西来说你 知道吧 让客人 客人跟你说 找你去反修片 这个也是蛮痛苦的 你觉得这个色调 感觉很毒 我觉得很好看 但是客人不满意 一切都是放屁 一切都是扯淡 他全部给你 有什么用的 对吧 不需要 即使我跟你说 像这种照片 你第一竹 你调好了之后 你第一竹调好之后 你第二 第三竹调得很快的 你知道吧 因为你第一竹 你知道这个律师 应该怎么调的 什么什么负责应该怎么搞的 知道吧 很快很快的 你不可能再像第一竹 会有那么多时间的 这种照片给我调五分钟 如果我不说话的话 五分钟都不要 三四分钟吧 一张照片出来了 对吧 很好调嘛 就是说 你就是说 调是调得很快 对吧 但是什么难呢 难就是说 难在就是说 你一开始给张照片 要定什么调子 这个是你要考虑 是要考虑一下的 对吧 你比如说你第一 你拍一组照片 你说我脑子的迷失录 好 那我去参考人家的 我感觉人家这个调子还OK 那我就仿一张 他的这个调子 我感觉仿出来 好像效果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几张照片 你就仿着他的调子 没人会说 你是仿他的色调的 色调没有谁仿谁的 OK吗 其实你们去看 现在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无非 绿叶 这个场景 很多 很多照片都会有吧 这种绿叶 这种绿叶色的 其实你把这种绿叶色 还有我以后 我以后可能会说 就是说这种天空 很毒的这种蓝 什么的 我会跟你们说 怎么调 反正现在拍的照片 无非就是这么几种 对吧 还有一种就是偏情绪的 什么墙壁 什么 什么废墟 什么 对吧 无非就那么几种 包括私房 是吧 私房最好调 我跟你们说 私房真的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难 私房好久比这种 什么绿叶 这种要紧张多了 私房 我拍私房 不是 不是我拍私房 人家木木木还拍私房 怎么调的 美途秀有调的 不带吹牛逼的 美途秀有你们直出的 对吧 私房好简单的 私房 对了 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晚上的作业 这个 这个你们就是去发挥 你们自己的想象力 对吧 去调 它这个后面 有蓝天 有黄河 有石头 这几个元素 你们调的时候 我先给你们提一个醒 你们先分析一下 不要盲目的去调 对吧 对吧 这张照片有难度的 稍微有点难度 这个暗角 因为是当时一个镜头上面 一个遮光照 我自己拍摄的时候 我也没看 知道吧 这也就是我一个弊端 对吧 这个是我鸡肋了 我自己拍的时候 我也没注意 然后一回来 也发现这个 对吧 所以说你们以后 这个问题 也要去避免 知道吧 但还好了 这种脚 后期就得回来的 到无所谓 对吧 你看我那种片子 谁敢说我 这边拍失误了 谁看得出来 把鬼看得出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的后期 就是为了 就是补前期的不足 才叫不行 你能用图案工具去救 你就不要去裁 你才要 跟你说的 二次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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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损失的是什么 对吧 这个你们要清楚 对吧 我是可以二次构图 我随意二次构图好了 但是二次构图 很损失的 这个你们要记清楚 能不损失 就尽量不要 它损失 对吧 你觉得这构图还可以 你就不要去二次构图 你不要去养成一个 每张图都要去 二次构图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对啊 小难度吧 自带按脚 对吧 牛逼都不得了 然后啊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本少这个张照片 原片啊 这个皮肤啊 你们要多下点功夫 其实这 其实在这一期啊 我第一是看你们的 整个调色 第二呢 我看你们就是 不管你们有什么方法 插进磨皮也好 通道磨皮也好 用最普通的那个磨皮也好 包括你用中性灰来磨皮也好 我看有没有人做到 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的 好吧 就是你们这期的作业 自己啊 张照片多下点功夫啊 不能像上次一样了 我上次帮你顶平作业 真的啊 我打开了 说实话 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啊 各种设计乱路啊 我是太高估你们了 我觉得有些人他不可能会调这种色调 但是当我看到他会调出那种 用两个字啊 恶心的色调 所以说那种恶心的色调就不要给我调出来了 这张照片你这样调色的话 我跟你们说啊 调色空间是很大的 我先跟你们这么说啊 这张照片调色空间是非常大的 好吧 张照片 因为照片是偏情绪的 你们也发现了 偏情绪的照片啊 它可以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 就你们就当是什么 你们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课片在调 你们调的时候啊 就发挥你们自己的最高的功力 当一个创作片在调 因为我这样拍的就是一个创作片 不是课片 我说那么多 你们最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提问了 反正我今天想讲仿色的 后来想想仿色好像要 要说的比较仔细的话 那就留在下节课吧 好吧 反正我们还有四节课 那个 里登海在烧逼他妈的 逼着我他妈现在 现在把那个什么录像断了 然后他妈的说干货 你对得起人家没来听客的 同学吗 你这样子会引起公愤的 你知道吗 当心没来听客人 他妈的过来他妈扁你 我跟你说 每次叫我把录像关了 讲点干货 讲点干货 真他妈扫 没有啊 我明天张照片我一直发到那个呀 因为那个录像明天老时间 我会发出来的嘛 发到那个百度云那个链接里面的嘛 张照片一起跟在那个百度云那个下连接里面 就OK了 夜景啊 夜景我直接不拿你的了 你的那个 那个我直接调一张我拍的那个什么老外的好吧 啊 这让你们看看那个 老外的那个夜景是怎么调的好吧 比较比较有逼格一点 因为老外张老外这张照片我都没有出过教程 那个什么调色啊什么的 我拍老外的这个这个圆片 我看看在哪里啊 现在要断录像吧 啊 要不要断录像 我听你们的 好 不要断录像对吧 啊 人还是技检德 我跟你说 李登海 知道吧 每个人都知道李登海 要那毁了 这个 这个真的是 回头你们把那个李登海去卖一顿啊 他这个 太缺德了 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坏啊 这个是啊 哎呦 好了 那我来讲一下那个老外的那个 那个时候还会看 好了好了 节省一点时间了 我来最后来分享一下那个我老外的那组照片 嗯 二老外 四单公关 你们可以看这张参数啊 上次语言篇啊 实际上没调过啊 所以说前期很重要的啊 我跟你们说啊 其实上次画片我觉得做它锐化就可以原片直出的啊 淡灯作业 就一个灯 当时是你们的那个助教 MH就拿了一个LED那个冰灯 就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那个冰灯 搞了一下 就就就就只有一个灯 这张照片的思路呢就是什么呢 呃 当时呢我特地会留下 我特地的当时啊我会拍出这种光斑出来 啊 这种光斑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点呢 这地点 第一点啊 他这个 他这 这个楼这边啊 是一个类似于剧面楼的一个地方 呃 你要把那个光斑给拍出来 如果你不没有把光斑拍出来的话 这张照片啊 就少了一点 它的元素在里面 对不对 光斑在夜景里面 我们会经常会用到 对吧 我们把那个光斑 光斑大光圈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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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说啊 对吧 所以说你找到这个点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夜晚啊 就是拍夜景啊 你找这个点 你要就是脑脑子里面啊 你要先说好 我是1.4的 而且你们可以看出啊 当时啊 我的手是多稳啊 三十分之一秒啊 当时这件事啊 还是说是800 我就怕那个 太那个什么损失画质的 当时那个手断的我真的是 所以说你们 要那个啊 就是说 捧相机啊 你们也要去练一练啊 会抖的啊 三十分之一 很多人都会抖的啊 三十分之一啊 好吧 你们不要以为三十分之一很很那个啊 我来看一下 张照片 对吧 其实好简单的 把那个 把那个色温啊 直接调来 哎呦 不对不对不对 这张照片我自己忘记了 怎么怎么调的 我自己当时做一个预设的 哎 哎 算了算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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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就不讲这个了 啊 这期 这期我用那个我的 预设帮你们搞搞一搞吧 好吧 偷个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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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 差点按脚 好嘞啊 我跟你说 调色 你就算你用 预设那就怎样 对不对 你调好之后 谁知道你用的是 你是 有谁知道 你是怎么调的 你调的好看就好了呀 对不对 那这张照片不是啊 这张照片因为原片就拍的还可以嘛 什么光线了或者怎样了都还不错嘛 所以说你后期的话也不用怎么调嘛 对不对 反正我这些 比较棒的预设 这样吧 我下期课 我分享给你们 好吧 但是分享预设之前 我会先跟你们说这张照片 我到底是怎么会调出那样 那样子一个效果出来的 好吧 所以说 我跟你们说 记住是什么 前期做好了 你后期套什么预设都好看 你看好的照照片 同样照片 像照片 我给你们看 我套预设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调黑白也好看 我调黑白也好看 对吧 我调这个也是好看 对吧 这种 我随便套个预设也没人说丑 黑白 随便 随便套个 就是说你前期 你要做好了 你就是说你后期你修图是很顺的 你知道吧 你们就是可能会碰到一种情况 自己拍一组片子 然后回来之后怎么调怎么调都不好看 你们肯定每个人都会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 那是为什么呢 你们就要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前期没有做好 前期你要做到简洁干净 突出主题 对吧 现场的光线 你要掌握好 对吧 光线也是个问题 然后现场一个环境也是个也是个问题 然后你们反正前期这种东西很多老师都会讲很多很多前期的一些理论知识 但是我个人认为前期的理论知识你听是可以听 但是更多的让你进一步最快的只有你去拍你去实践 知道吧 我在这边跟你说前期再多的东西你不去拍你不去自己再去领悟的话 那都是放屁都是狗屁给你叫最好的摄影老师来跟你讲前期你不去做的话 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知道吧 你只不他跟你说你只不过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而已 你要去试着去拍去多拍多拍了之后你就会有经验 这个灯当时是放在那个 因为当时mh是站在那个这上面还有一个楼梯 它是站在就是怎么说呢 它这个灯就是从它这个特别打上去的 就是从它这个发光光色里面斜45度这样怕打上去 在它比较高原一个地方 在这个老外这个眼睛上面一个地方打上来的 就是一个LED灯 没人补光没问题的 你去买一个LED灯 然后自己放在那边 你买个绳子什么的一绑 就ok了 就是没有人那个就是单人作战的时候 我再讲一张照片 我讲一张牛 再讲一张牛逼一点的照片 这张照片不牛逼 我讲一张妈的 就 взять 找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看我怎么调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 一些照片 你不要看它原片怎么样 看你后期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去修它 知道吧 你要靠点想法 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创作片 懂得是吧 张照片原片 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干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一旦是把他的高光 还把这些高光给图出来 你大概知道 他们两个是在干什么的 就是说 一个照片 你至少要让别人知道 像一些新锐摄影师 他拍出来的片子 你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吧 但我们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说 要让别人知道 你这张照片 至少有两个人 对吧 他们想表达这些什么东西 对吧 你也不能调得很黑很黑 对吧 你只要把这两个人的轮廓 这个轮廓给搞出来 然后这张照片 一下子 你就发现逼格高了很多 这就是我们的后期 就是为了前期而服务的 就是这个原理 这个不是灯 这个当时没打灯 这个就是一个路边的一个路灯 这个后面这灯 是一个路灯 然后我让他们算好角度 我看这个路灯 正好可以在他们嘴这边 我让他们两个人把脚踮起来 然后这两个嘴 就正好是在路灯的这个地方了 就是为什么 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前期 我已经想过我后期要怎么做了 所以我才会这样子 让他们拍的 因为我知道 我后期就得回来的 我后期可以搞出 这样子感觉出来的 什么疯子批的 这样的照片 这个很简单 这个这种光好简单 这种光什么难的 我跟你们说 这种光 我把这张照片调按紧 这种光 比如说把这种光调 调这样子 根据F下一 灯光工厂 不灯光工厂 也不这个 看好 就这样子的 然后调整它的参数 它的长度 亮度 就说什么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它这个参数 你去调 就调出这种 投射光的那种感觉 就出来的 只要你耐心的去调 知道吧 然后不需要的地方 再蒙百叉回来 我相信你们都会的 这个好简单的 这个 这又什么难的 这个 这你妈必是原片 这是原片 就算它是原片好了 我后期可以做的跟它一样 干嘛呢 那我也说 我的是原片好了 对不对 我就算它是原片 但我后期 可以做的跟它差不多 我就用差劲 跟它做的差不多 对不对 到时候做 做好之后 调整这个不透明度 把它搞得自然一点 我相信你们都会 这个算干货 这个不灯光工厂 这个不灯光工厂 这个名字 我可以发给你们 灯光工厂 没啥这么自然 而且可调的参数 没有它那么多 你看灯光工厂 可以调那么多参数吗 灯光工厂 没有那么多参数 可以调的 它这个参数好多的 就是说你耐心的去调 可以调到一个 你比较舒服的位置 但是灯光工厂不是 灯光工厂的话 它参数太少了 因为我以前也是 用灯光工厂的 它参数太少了 调出来好假 那我就不用 那个灯光工厂了 这个插件你们有吗 这插件 这插件那个 管理员或者什么 同学有没有这插件 都没有 我分享这是干货 又为你们打开了 新世界大门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还有好几个插件 我都没给你们 什么看了 反正留下几个课再说 好的 那么这样子 我把 因为这个插件 好像你们都没有 对吧 那我回头 我看一下插件有 有的话 我上去到 群文界里面去 好吧 所以说你们 你们觉得 你们说 你们说实话 你们来交这个学费 跟我学 对不对 是不是能把本给学回来 至少 我跟你们说 这种插件的本都 插件的本都回来了 因为我跟你们说的 都是比较直接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能马上 就能达到 你们想看这种效果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我不会像那些老师一样 讲一些屁理论 讲的 就看不到效果 我们叫什么 所见即所得 什么样的就跟你们 这个怎么做的 我就跟你们说 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就这么直接 对不对 这个多讲也没意思 还有同学问我 这个什么原理 那个什么原理 其实这种问题 以后不要来问我 知道吧 这种你知道原理的 你又能怎样 很多问题 就算你知道的原理 你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比别人高一级别吗 你调得出来的片子 比别人好吗 我看也不见得 对吧 我说的很实在 很多问题 我说的是比较 比较直 比较穿的 对不对 就是打穿你们的内心 好吧 然后的话 这期的课程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 就提问吧 没问题的话 我们差不多点也到了 要下课了 大家也听得蛮累的 大家也赏脸 对吧 又听了我两个小时的 妈吹牛逼 妈听了我两个多小时的 单口相声 ACR怎么做预设 这个问题问的很简单 我为什么点不了呢 我没有 卧槽 没有 没有 这个擦肩 有点那个的 犯迷糊的 问我预设怎么 怎么做预设 CAMERO怎么做预设 比如说我先调了一个 这样的预设 比如说 我只要点击这个 看到没有 点击 基本旁边有一个 像长方形的 一条 一横一横的 然后会有一个 存储预设 看到没有 点一下 然后点击储存 然后再打上自己名字 就可以了 这一步不用我说的吧 好简单的 这就是CAMERO里面 怎么去储存 自己的预设 简单吗 还有问题吗 预设 我现在还不能发给你们 等哪天 我不给你们 不做作业了 我就能发给你们了 我现在给你们预设 都是我的 顶级预设 你们拿去了 等会全给我套在 什么作业上面 然后再把自己做 调整 当我看不懂 然后来忽悠我 然后被你们活活给玩死 对吧 到时候你们套到我的预设 我说你这个作品不好 我等于说自己再打自己脸 我何必干这事呢 你说是吧 对不对 你套过预设 我还说你作品不好 那我是不是自己 我自己打自己脸呢 这种事情我不会去做的 我是很机智的男人 所以说现在预设 因为你们还在学习阶段 知道吧 是吧 你们还是在做作业的阶段 你们这个预设 我把这些预设发给你们 你们50% 50%